今天的分享大致上會分為三個部分 首先先介紹異形元件插件機的規格以及特性 接著我會介紹我們開發異形元件插件機的動機以及與其他人為產線解決什麼樣的問題 最後則是我們為了解決這些問題所開發出來的技術 我們今天介紹兩款異形元件插件機 畫面上左側是Skyletype的異形元件插件機 以及右側SYtable融合型的異形元件插件機 在大家的產品開發策略上 我們將Skyletype的異形元件插件機 定位為當客戶的產品所需要使用的元件 為數量少但形狀變化較大的時候 我們便會為客戶推薦這款插件機 當客戶的產品所使用的元件 為數量多 但是 形狀變化較小的時候 那麼我們便會認為融合型式的插件機 較為符合客戶的需求 以下我們將會介紹兩款插件機的規格 首先我們先介紹Skyletype的異形元件插件機 Skyletype的異形元件插件機 顧名思義我們使用了一具台達的Skyletype機械手臂 因為使用了機械手臂所以我們的機構設計較為小小精緻 比較容易安置在產線 同時機構的模組化程度也較高 為設備未來的升級及改裝保留一定的彈性 而因為我們使用了Skyletype手臂的關係 便保有智慧飛拍的功能 而智慧飛拍指的是當我們產品可以在輸動材上不停的移動 讓我們的手臂可以進行追蹤 所以一樣可以進行拍照插件等等的功能 此款插件機的生產時間為一個元件3秒鐘以內 插入率大於99% 泡料率小於2% 接下來介紹台達的Skyletype龍門形式的異形元件插件機 龍門形式的插件機與Skyletype異形元件插件機相比 適用的生產面積也比較小一點 但它的優勢在於其生產的速度較快 插入一個元件可在2秒鐘以內進行插件 以上所介紹的兩款台達的1000元件插件機都使用台達首開發的插件接頭 台達的插件接頭都支援多種插件頭的 快速更換快速校正的功能 那我們可以在 產線換線的時候 降低起換線的時間增加生產的效率 同時台達插件機也可以支援多種的來料包裝 例如脆盤供料 以及供料系供料等等 另外我們台達的插件接頭在每一個插件工件上都有獨立的壓力感測元件 那我們可以及時的監控以及記錄 生產當時 他插件頭對元件所產生的 下壓力道 同時這樣資訊都可以通過Mate系統回傳到雲端以及暫行室 作為RD日後分析 生產資料的依據 目前 畫面上是一個標準的 電子組裝業的生產線 首先是 插件段 接著是錫爐焊接 然後後面是組裝 這是AOI等等的機台 我們插件機便是應用在第一段的插件段 各位過去如果曾經 參觀過工廠的時候 你看到 喬士喜人工插件的插件段因為一個產品所需要使用電子元件很多 而各個元件之間的形狀 顏色 等等 非常的相似甚至是一模一樣 為了避免作業員在進行插件的過程中發生錯誤 導致工廠 需要花費更大的時間與成本來糾正這項錯誤 所以我們往往也讓一個作業員一次只能進行一到兩個元件的插件 所以一個產線會需要非常非常多的人力 而在新債這個時代呢 產品的代數 更疊較快 一個產品可能出廠一到兩年內 後面已經過時我們會有新債的產品 然後這時候我們又必須重新訓練作業員 生產不同的產品 而增加其生產的成本 於是為了解決這些問題呢 我們台大便有了開發 自動化的插件機的動機 幫我們期待自動插件機可以取代人工 進行簡單 從物性搶的一型元件插件 包含了X電容 晶體 變壓器 Y電容 保險絲 等等的元件 目前的畫面是我們台大插件機所適用 用來插件的元件 那假如是 如計電器等等形狀 形狀簡單 機構強健 那麼在插件的設計上變比較簡單 然而當電容內的元件 它取掉的時候需要進行剪角 所以導致每一次 我們零件取起來的時候 其實拼掌位置都不一定會一樣 而變壓器元件則是因為形狀都不一定相同 所以我們主要使用夾爪取件 有可能我們每一次取件的時候 我們拼掌位置都不同 那麼過去這邊是由人眼進行 人類的眼睛看了之後才接受插件 為了解決這些問題 台大手開發出來的技術 將會在下面進行介紹 左側是一個插件 流程 我們先歸納插件流程 並歸納出我們所需要的技術 再一一介紹台大為了這些 功能所開發出來的技術內容 首先 當產線上一個作業員 他要把面前的一個元件插入 面前的PCB板上面的時候 他們會先進行取件 取件之後他們會觀察零件的拼腳的位置 以及 PCB板上孔洞的位置 比較之後他們調整 元件的位置之後進行插件的動作 那麼為了取件以及插件 我們需要精準的知道我們取件工具的 尖端 例如吸嘴或腳踏的尖端 為了達成這個目的 我們開發出的精準的校正技術 下一步 當作業員觀察零件拼腳的時候 再跟PCB板上孔洞作為比較 為了完成這件事情 我們也開發了視覺檢測技術 我們拿視覺檢測所 測出來的拼腳位置 與PCB板上面的孔洞位置進行比較之後 我們以 直接進行為來源開發出了 點位 mapping的技術 從而演算出 插件位置的補償量 最後我們就可以完成插件的動作 為了達成前面所述的功能 我們台大插件機有開發出特別的技術 接下來為各位介紹這些技術的內容 首先就是精準的校正技術 從前面得知我們在取件插件的階段 都需要 知道插件工具的坐標 而有了精準的校正技術之後 我們並有機會 導入Google File 來縮短 設計新機種的時間 我們可以利用Google File上所記載的 PCB板上 軟件的位置來教導機台 它插件的時候該如何將軟件插入PCB板上的位置 非接觸設的校正器 則可避免我們實體的校正器因為 製造了公差而影響到我們最後校正的差異 大幅增加我們校正的精確度而增加我們插件的成功率 同時以上這兩項技術都是由台大集團內部來開發 所以在後續的升級以及維護上都可以由台大集團自己來負責 視覺整合技術 我們台大插件頭都有一個相機 我們可以用這個相機去拍攝 PCB板上的定位點以及孔洞的位置來標定我們插件位置的坐標 在這點我們就不需要工程師拿著手搖輪或交導器慢慢的移動手 移動手臂或龍門到插件位置來交導機台 做這件事情 進而降低了我們的設備操作的門檻 讓更多人都可以來 甚至連作業員都可以來設定我們機器的生產流程 另外在取件之後我們會用相機拍攝零件的拼腳位置 我們可以用這個影像資訊 來檢測零件是否有缺腳斷腳等等的情況 這點在於 電容取件的時候我們會以機構進行剪腳 剪的稍微有歪曲的時候我們就可以在這個階段就發現到零件 可能有問題 接著在通過這個階段之後呢 我們會用零件拼腳的位置 與PCB板上孔的位置進行 Mapping Mapping後的結果 便可以演算出我們插件位置修正量讓我們可以 達到精準插件的效果 後面是我們的插件機構 我們的機構設計得非常良好所以我們的同軸度非常的高 進而增加了我們插件的成功率 在經過 改良設計之後我們體積也縮小 我們體積在縮小的時候仍然能夠維持 多軸的獨立插件 轉動 及拍照取件的功能 讓我們在 手臂或我們取件過程中一次 可以取到複數的零件 進而 降低我們生產所需要的時間增加產線的產能 讓我們的插件機都可以配合客戶來料形式進行調整 例如我們可以使用脆盤功料、功料器功料 編帶功料等等 我們的插件工具都有獨立的壓力感測器 我們可以監控當下我們插件頭對原件所施下的壓力 進而避免零件損壞以及增加產品的良率 最後則是我們設備都具有聯網的功能 我們可以藉由 聯網功能將我們生產時的數據回傳到 零段資料庫以及戰型中心 當我們在生產過程中發生 不正常的拋料現象 或者是我們插件時 燃起壓力道超出 我們的規範的時候 這項資訊可以馬上回傳到戰型中心 戰型中心馬上派人至現場進行處理 避免有問題的產品繼續往後流 而我們在生產過程中所 記錄的數據 都可以存在雲段資料庫 最後 分析的資料更可以回饋來改善製程 接下來我們為各位分享我們台大的疫情元件插件機 在台灣以及中國廠區的導入實例 首先是台灣以網通廠 其公司的產品以網路以及視訊會議相關的產品為主 該公司的產線目前是以人工生產為主 近期因為疫情的關係導致 視訊會議 產品的需求量大幅增加 而該公司的產品目前因為以人工生產為主所以 將難以負荷目前增加的產能 所以便有了規劃自動化產線的需求 該公司目前的生產 作業是 他們今天生產的產品會由前一天由SMT打建完成 但大家都知道這些打建完成的元件必須在一定的時間內 進行插件焊接 以免元件發生氧化而導致產品不良 所以當今次公單數量較多的時候 假如今天白天無法生產完畢 他們的產線人員便必須協調人力來加班 他能夠在今天內將今天的公單生產完畢 那麼台達會期 規劃自動化產線 導入了兩台Skyletype的異形元件插件機 以及一台上喜事分版機 上喜事分版機才會在下一次的 分享向大家介紹 請各位永遠報名 而台達為他規劃 機器人型插插的原因為 該公司的產品PCB板的面積較大 同時該公司的RD 習慣於在一個產品一個PCB板上放入數個產品 所以他們的 PCB板長度也都比較長一點 當然各位也知道龍門形式 的機構也一樣也可以增加他們的生產範圍 但是因為我們 必須背著笨重的龍門機構移動 所以當我們的生產範圍較大的時候 我們機台的重量便會大幅上升 那該公司的產線位於八樓 所以比較不適合在整個八樓放滿了兩頓甚至三頓的機台 他們建築物可能沒辦法承受這些重量 所以我們便會一起規劃使用Skyletype的異形元件插件機 同時在同樣的生產面積下 Skyletype的插件機的機台重量 與龍門形式相比 大幅的降低 該公司在導入台拉插件機 及分滿機之後 預期可以節省至少六個人的人力 依該公司的規劃 他們便可將 節省下來的人力分配到 夜班 所以他們便可以分為日夜兩班進行生產 所以 該公司產線產能反而上升 接下來便介紹龍門形式的插件機 在台達自己的產線中所導入的實際案例 如同各位所知 在數十年前台灣許多產品的生產線都已經移到 大陸地區了 近年來 大陸地區人口紅磊逐漸喪失 招工成本 也慢慢地上升 甚至近兩年因為疫情的原因導致招工更為困難 而台達為了解決這個問題 便慢慢地在產線開始導入自動化的設備 而以台達對電源模組 PCB等等相關產品 生產的產線為例呢 我們目前總共導入了83台的龍門形式插件機 以自己的規劃而言 我們這83台插件機至少可以為產線 節省180人的人力 所以最後我們 至少可以節省到將近 380人的人力需求 那麼以上便是這一次分享的內容 謝謝大家 謝謝大家 hiçbir看法 呢 每次可以